尼可邦 当今世上遮瑕力最高的粉底产品 如果你对这期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请不要忘记多给我一些弹幕隐蔽收藏 还有分享 它是这种管状式的 不要看它好像就很小一只 但其实它的容量也是有30毫升 也就是跟大部分的粉底液 都是同样的容量 其实我本来呢对这种fullcover的粉底产品 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因为在这之前我用过一款也是fullcover的粉底产品 就是这个hudabeauty的粉底液 干的裂成了一道道东非大裂骨 而且妆感非常的厚 但是当我在youtube上看到美妆大神Nikki用这款产品的时候 那个妆效我再一次的心动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个同样的疑惑 就是欧美的博主们 他们的皮肤仿佛天生就比我们的皮肤要更加的 吸 能够吸附这个粉底液 他们在脸上总是喜欢放很多的粉底 但是 妆感呢却非常的弱 看起来每一个粉底都很好用 即使是本身天生是痘痘肌的博主 他为了遮住那些痘痘然后上很多的粉底液 那个妆效看起来还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粉感 虽然我知道是跟打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 有挺多的博主他们有时候呢 在测评款粉底的时候也会在自然光下拍摄 即使在自然光下 他们的妆效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粉感 看起来都特别服贴 所以我今天就带了这个疑惑 来测试一下这款YouTube上的网红粉底 Juvia's Place 大家也可以跟我来激情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Nicky她在测试这个粉底的时候呢 用的是海绵蛋上妆所以呢 我也要跟她一样用海绵蛋上妆 看一看啊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流动性的 粉底 像霜一样了 我觉得她可以叫粉底霜了 非常的厚 哇好厚这个粉底 非常厚 摸起来就觉得它 里面含有的粉很多 但是整体摸起来它还算是比较 顺滑的那种 感觉粉质也是那种偏细的 刚好我今天的皮肤有一点泛红 然后我今天也是没有打灯 完全就是对着窗户自然光拍摄的 那我就先来上这半边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用到的美妆袋呢 是打湿了的这个Fenty Beauty的美妆袋 感觉我黑眼圈都不用遮了 直接就把它盖住了 而且我感觉我眼睛 现在这样子 一上粉底都小了一圈 是不是这边大这边小 虽然说是一看就知道我上了粉底 但是这个粉底本身它的粉质 说实话这样远看的话是觉得不粗的 它没有那种很明显的颗粒感 或者说很明显的那种干燥的干粉感 暂时呢在我的脸上这样远看是看不出来的 那我凑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妆效如果你走在外面的路上 就别人很遥远就可以看到你脸上 很明显是上了很厚的粉底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粉底的遮瑕力已经高到 它不光是把你那些明显的瑕疵给遮住 它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把你皮肤原本的质感都完全盖住了那种感觉 所以它主要的假面感是来源于你皮肤本身的那种纹理感 那种皮肤的肌理已经完全被掩盖住了 它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目前比我想象中的要滋润很多 我之前用Huda Beauty的那个一上脸我就觉得很干 除了脸有紧绷感之外 脸上的干粉感也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会卡粉结块的排满严重了 但是目前现在这个上脸 它虽然是妆感重毕竟遮瑕力这么高嘛 但是它没有让我觉得有明显的干燥 在镜子里面看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干粉感或者说结块 卡纹的地方稍微鼻翼下面这里有一点点小小的 卡粉一点点还好 那我现在呢就把这半边脸也上了 就是刚刚上半边脸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只上了半边脸 所以我觉得它假面但是没有要我假面那觉得很搞笑的程度 但是现在上完了两边脸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看上去就像一个假人一样 我看镜子应该比你们看到的我更加的可怕 因为镜头多少少是有一点点吃妆的 这个粉底有点像 有点像陈琴令里面的那个温宁 它变成了鬼将军之后的那个妆 就是整个脸都是灰白灰白的 我觉得我想通了一个点为什么欧美的YouTuber 他们能够hold得住这种全脸full cover的粉底产品 是因为他们后续呢会画比较浓的眉毛啊 还要很比较夸张 他们的眼窝可以驾驭的来的那种眼妆 然后比较夸张的睫毛再加上修容也比较明显 这样子中和下来脸上的色彩比较多了之后呢 就不会显得那么的苍白假面 像现在这样子 我现在对他 一点都爱不起来 因为我现在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温宁啊 我的妈呀 我决定现在要去画一个妆给脸上 增添一点色彩 看一下能不能挽救一下 我的眉毛才画到一半 就觉得要来跟大家 汇报一下 这个粉底 它为了达到那个遮瑕力 它里面含有的粉的密度肯定是比较高 这很正常 当粉比较多的时候呢 那么多粉在脸上呢 要它全部都跟脸很贴合 是比较难的 所以呢 这个粉呢 它就是在脸上表面的那一层呢 会比较容易被蹭掉 我刚刚在画眉毛的时候 就手指甲盖 稍微蹭了一下眉毛旁边的这个地方 它就已经会留下一个印子在那边 哎呀 心疼我的手机屏幕 因为我没贴膜 请看 好了那我现在呢已经简单的化了一个妆 本来我一般做粉底测试呢 我是不会用散粉的 但我刚刚用了散粉 因为就像我刚跟大家讲过的 如果不用散粉的话呢 它那个粉在脸上就是 很容易会被蹭到 在我画鼻影的时候 再来回孕染的时候呢 我鼻子这里还是出现了一点 粉底位移的情况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点斑驳的感觉 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 斑驳 整体上的感觉给我改观了挺大的 就我刚刚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说它不好嘛 但是当它跟我的皮肤稍微融合了一下 就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比起一般的粉底液 要长一点 一般的粉底液在脸上你大概上10分钟左右 它就可以融合的比较好 那我像我的话呢 刚刚化妆大概是化了半个小时吧 就半个小时中间还玩了一下手机 所以就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那它是我化到最后的时候 我才觉得它现在看起来 妆感已经没有这么重了 所以它需要 我觉得约要半个小时以上 才能跟你的皮肤稍微融合的好一些 之后呢 它的妆感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重了 而且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化这种底妆的话 用这种粉底的话 就你一定要全套妆化了 虽然我今天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我 整个妆还是非常干净的 但其实我每一个步骤都化了 包括修容啊 鼻影啊 眼影我没有化的很重 但是我化了比较明显的眼线 然后口红呢 也是用的比较明显的那种颜色 腮红打的也比较重 刚刚为了定住我脸上的粉底 让它不要乱跑 不要那么容易被蹭到 所以我已经是用了一个定妆能力比较好的散粉 是CPB的那个 所以现在如果去 考究它的持妆能力 其实稍微有一点 不公正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散粉 去辅助它 我现在更 更想看到的是它过几个小时之后 在我脸上 会不会出现那种非常干燥 干燥干燥干燥到 就是粉底有裂痕的这种情况 现在的时间呢 已经是下午的6点08分 我赶在天黑之前用自然光给大家看一下我大概持妆 5个 5个多小时的一个妆面情况 笑一下这个地方就已经很多 小肝纹了 然后法令纹这边看到吗 就是有卡粉 然后鼻翼两边也是 这边的鼻翼和法令纹比这边要好 但除了这些以外 又脸颊这些区域 保持的还挺好的 你看现在这样子看的话 就脸颊这一块没有出状况的区域 其实它粉感 也 还好 就对于它遮瑕力这么高的来说的话 其实 不算非常的 重 果然人的本质都是真香 在我刚刚上这个粉底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崩溃的 绝望的 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是 很不喜欢它的那个刚上脸的妆效的 但是 等到它跟皮肤稍微融合了一下 虽然这个时间有点久 可能是因为它粉 粉的密度实在是比较高 所以它需要融合的时间比较长 要半个多小时以上 等它跟皮肤稍微融合了一下 最重要的是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定妆 不然的话 在脸上我觉得它不是很能够定得住 要好好的定妆 在这些之后呢 它所呈现给我的感觉呢 是对于这么高遮瑕的产品来说 其实它的妆效 已经不算是很重的那种 它在我脸上肯定还是干的 毕竟粉很多嘛 但是对比起Huda Beauty的这一瓶真的是要好太多太多了 虽然说这瓶粉底它肯定不会成为我的爱用粉底 毕竟它跟我对粉底的诉求偏差是比较大的 但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的话 不能否认很多同学是需要这种高遮瑕的产品的 那我觉得这个高遮瑕的产品这个粉底液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我给出的建议呢 就是如果你用这个粉底一定要好好的定妆 仔细的定妆 把粉底牢牢的定在脸上之后呢 它其实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虽然对于干皮来说它确实是有点干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滋润度对于中性皮肤或者说混油皮的同学来说 应该会还蛮多人觉得不错的 这粉底我买回来的价格呢是192块 不能说是很便宜但也不能说很贵吧 我就当买了一个加大版的遮瑕 应该会在局部或者说某一天就是我脸有时候 吃了辣就很泛红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在脸颊的这一块去用它 就是局部的用一下 虽然在用了这个YouTube同款网红粉底 然后上妆的手法也是跟Nikki一样的 我还是没有得到我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为什么好像很多的欧美博主他们的皮肤 感觉特别能够吸收粉底 让很多的粉底在他们的脸上也不会有很明显的妆感 难道真的是因为人种不同 所以我们的皮肤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对大家也可以来跟我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我一直其实都很想知道答案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测评这款粉底对你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